原标题 随从离开南京 22日回到凤化老家 此时 中共中央得知蒋介石将上海的大批金银 外汇和文物运往台湾 判断蒋介石有可能要逃往台湾 3月15日 中共的广播播发了新华社的时评 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 时评中说 中国人民将绝对不能容忍美帝国主义 对台湾或任何其他中国领土的非法侵犯 同样的意绝对不能容忍国民党反动派 把台湾作为最后挣扎的根据地 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任务 就是解放全中国 直到解放台湾 海南岛 和属于中国的最后一寸土地为止 蒋介石听后感觉 自己在凤化老家也待不了多久了 于是考虑自己将来的落脚问题 蒋介石曾考虑到美国 因为妻子宋美龄在美国 留学多年 会英语 孔祥西 宋子文也在美制了大量产业 去美国居住比较方便 后来 他又觉得自己在美国的声誉不好 美政界要人大多不喜欢他 去美国恐受奚落 于是放弃了去美国的念头 经过反复考虑 他决定去日本 他早年在日本待过 懂日语 对日本的社会和风土人情比较了解 生活也很习惯 再加上抗战之后 他抵着压力 释放了包括钢村宁次在内的一大批战犯 日本人对他很感激 他自信流亡日本 日本人会欢迎的 另外台湾离日本较近 逃亡也很方便 1949年4月初 蒋介石发电给国民党政府赴日本军事代表团团长朱世民 请他赶快回国 有钥匙相商 4月16日上午 蒋介石在西口接见了朱世民 且不得有任何人在场 蒋介石先向朱世民问了一下招聘日本军事教官的情况 随后 画风一转要求朱世民为他的日本找一处住宅 蒋介石对朱世民说 要你带我找住房的问题 是因为我考虑国内局势越来越坏 李宗仁他们正在与中共和谈 如果和谈成功等于投降 我就不好住在国内了 桂系四处造谣说我干预政务 又屡逼我出洋 故我想在日本买一处房子 如果局势进一波恶化 我想到日本住一段时间 如果我将来在国内实在无法立足 干脆就常住日本了 蒋介石又说 房子的地点最好是东京市郊 既不要太热闹 也不能太偏僻 但周围的环境 风景要好 还要比较安全 大小已能住二十人为一 朱世民告诉蒋介石 战后日本经济小小 东京市郊的房子很便宜 比较好找 他将尽力去办好这件事 谈完之后 蒋介石又嘱咐朱世民 你先多选择几处 然后再定告我 我做了决定再告诉你买哪一处 临别 蒋介石还特别嘱咐朱世民 这两件事要高度保密 任何人都不能透露 更不能让李宗人 白重洗他们知道 朱世民返回日本后 派人分头到东京市郊找房 经过树路人马几天的寻访 终于在乡根围蒋介石找到了一处豪宅 此处豪宅有大小房屋二十余间 是乾贤苑官亲王的谷底 环境优美 设计新颖 有会客室、花园、荷花池、健身房 价格约一万五千美元 朱世民感到这处房子很不错 当即发电告知了蒋介石 蒋介石回电表示同意购买 朱世民马上派人向房东交了预定金 不料 此事走录了消息 日本几家大报 如朝日新闻、独卖新闻做了报道 蒋介石得知此事曝光 十分恼火 大骂朱世民泄露国家秘密 损害了他的形象 1949年后 朱世民辞职 跑到日本夜山隐居起来 蒋介石派特务 暗中追到夜山 将朱世民害死 不久 蒋介石在乡根预定的豪宅已被转卖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蒋介石 蒋介石